好的我们的现场加入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黄伟哲黄委员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这一波的这个世子大战啊 确实我们如果从民调上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个让双英的民调拉大了 那么他让这个蔡主席的这个选情似乎受到了一些伤害 刚才我们的这个林玉芳委员也强调说 其实这个道歉呢来得有点太晚了 而且整个态度呢似乎也没有办法说服大部分的这个农民 你认为说这次小英主席的危机处理 是不是出现了一点状况 我第一个我同意是危机处理出现状况 第二个我同意民进党应该这个文宣制作 包括候选人应该早点道歉 道歉其实事情不会变得比较伤害 那你们党内没有给他建议吗 就是说应该早一点道歉 这是要看幕僚跟他怎么讲 我们其实是觉得说错就错了物质就物质 但是你如果有你早点想的话会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媒体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还有媒体效应有加成的效果 民进党在某些层次来讲看见是有点冤枉 因为他不会去拿一个议题故意试要好像是危害农民的 可是他在整个操作上尤其是如果说照片物质了也好 或者他没有把整个的概念说得很清楚 那在第一时间就道歉嘛就直写嘛 那为什么要拖得这么久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这个社会上对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农文会不是把这个水果的逼发架的报表 每天都公布到农文会的官网上 结果他陈主委说我们不是举出一个农文会的官网 这里明明就有一块啊 那陈主委讲说这物质了 他有没有道歉 没有道歉 OK 大家我想这个社会如果说因为盘商因为将去杀农 杀农民的价格 盘商是相信民进党文宣 还是相信农委会公告的价格 OK好 我觉得刚才 黄伟泽委员说的 其实有一部分是有道理 就是说其实在这么漫长 或者说在这么的非常工作非常繁重的一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其实各个阵营难免都会犯一些技术上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 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就总统的高度 他对于各种的危机处理 其实这可能是一般的民众会比较在乎的 所以光潜你要把它谈一谈 就是说这次从蔡英文主席 他的危机处理来上面来看的话 是不是看到了一些 他在处事上不够决断 或者是他事实上可以立刻止血的 可是却没有办法 就让这个事件把它扩大了 甚至还伤害到他自己的选情 的确我们看就是说 蔡英文跟民进党其实早先是格格不入了 甚至有人讲说 蔡英文是来自国民党 有国民党的 那其实对民进党整体来讲 是一个陌生人 可是后来因为渐渐的弥合 他从主席辅选 然后他自己参选到这一次 其实可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看得到有汉格的地方 譬如说这个非典型 会变成打到民进党的典型 那个民进党典型在主头事件 我觉得还看不清楚 但是在水果阅历这个 明明错了不道歉 还有刚刚韦泽竟然拗到说 那你有没有受伤 那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没有受伤 你们就完全没有错吗 就不用道歉吗 我觉得还是要道歉 那商不商变成一个罗生门 就我的了解 商啊 农民一天到晚出来讲啊 我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大卖场的一个老板 我们昨天打电话他去问啊 他说那个价格他们没有改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 因为大家在期待比较低的价钱 对 你已经道歉了 我们已经觉得没有诚意了 你们现在衍生说 哎呀 那台北那个农产运销公司报的价 那个没有伤 那可是 那你换成交量有没有减少 中部东西 中部的东西或苗栗 人家都说有伤嘛 就差一点没带对来给你抗议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硬 那看到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会讨论说 客家跟农业县的这个选票 已经有损伤了 OK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间选民 我们看待 就说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的 那个负面印象 阿爸嘛 米奥嘛 在这个事件上 你不是说你不能犯错 过去选举也有犯错 小数点错 把连赞家产那个事情打得非常异谱 立刻道歉 也是无乃人操盘 可是这一次你看 错了那么多天 说我跟你讲的是 不是一斤 我讲的是一粒 然后是产销价格 不是批发价格 真的拗不过去的时候 那很多人开始个别道歉 那后来变成说不得不到歉 道歉的时候 又给你掰一个所罗门故事 如果说你母亲这么爱儿子的话 你为什么要伤他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措施 而且认为自己没有错 然后好不容易在这个民调 已经下滑了压力之下 跟舆论压力之下 你才道歉 所以大家看到就说 执政的那个负面阴影 跟那个印象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们民进党 送给马英九一个县城的一个大礼 所以他们乘胜追击到现在不罢手 因为他们后面有谁坐后盾 农民 所以你今天那个要看说 你蔡英文你道歉是 跟谁道歉 你今天好像没有很直接跟农民道歉 这样的话 你议题没有办法消散的话 蓝英自然会踩下来 但是小心一个回马枪 就是说你执政党 你要负责任的 你现在变成说 你现在跟着农民带队来抗议 那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反而会 质疑这个执政党 你们这样角色定位的问题 OK好 回到这个另一方委员 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是不是会伤害到了 就是说对于这次的这个 市值大战来讲的话 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他的确在某一些农业县里面 可能会失去一些选票 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历届总统大选 陶竹苗的这个得票率 这个2000年的时候 连宵拿到了这个21.96% 那最主要是什么 当时的宋章 他拿到了这个51.01% 这个陶竹苗通常就是什么 客家选票是最多的 然后另外呢 在2004年的时候呢 连宋是拿到了61.02%的票 成率是38.98% 2008年的时候 马肖就高达了 拿下了70.78% 这样子的一种选票 这是历届的总统的这个大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陶竹苗这些乡亲 究竟挺谁呢 万万中时民调 11月24号到12月1号里面来看的话 马欧佩确实是上升了 就是刚才这个光琴提到了 在陶竹苗来讲的话呢 这个选票有上升 而蔡淑佩呢 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就像刚才这个光琴所说的 在这个选战的打法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要看哪一个阵营的候选人 犯的错误比较少 其实选战剩下最后41天 而选民有的时候是健忘的 也就是说这个议题的热度 过去了以后呢 如果一个新的议题产生的 那就开始在那个新的议题发酵了 所以广告后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 接下来下个星期 到底什么样的议题会主导 这个这一次的总统的大选 而这个第一场的电视辩论之后 电视辩论影响选民 尤其是中间选民 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 对面的电视辩论之后 感谢观看